欢迎回来肉桂熊 今天我们开箱乐高21339 防弹少年团Dynamite合组 整组零件有749个 再加上7位BTS成员 门市特点包含背景海报 小贴纸跟黑胶明信片 设计上还原了Dynamite MV中的场景跟造型 而且这款乐高的设计师也同样是阿米 所以在细节上又更讲究 五官特征跟表情都有依照本人的特点来设计 像是镜的浓眉跟唇形 机密眼部的神韵 B的挑眉 还有Alan Wink的表情都相当生动 场景组还原了NV里的唱片行 甜甜圈店 冰淇淋车 小舞台 篮球场等等 说明书正反面都印上Dynamite的可爱插图 便会附上三张装饰贴纸 之后的每一个招牌 每一张CD都要靠自己一个一个粘贴好 第一包是冰淇淋车跟小舞台 准备冰箱 贴上车牌 加上超大冰淇淋 再安装轮胎 这样冰淇淋车就可以营业啦 接着组装小舞台 舞台有好几个齿轮 必须一个一个安装好 最后加上BTS的logo 完成以后让偶像登台看看 第二包零件是主要地基 唱片行跟篮球场 这里最需要细心的地方就是贴贴纸 贴好以后就会得到一组缩小版的历年专辑 最困难的是贴这种透明贴纸 一旦贴坏想要重贴的话 贴纸就会变得雾雾的 会不好看 不过没关系我们不理它 设置好商品的展示柜跟篮球场 最后在橱窗里放商B1专辑 这样主要街道就完成啦 第三包是甜甜圈垫 把贴纸一个一个贴上去 组装起来就是一个可爱的指示牌 接着是店内的摆设 先准备好饮料跟甜甜圈 设置好店内的家具再加上外墙 接着制作超大的甜甜圈招牌 一层一层把积木加上去增加立体感 最后把它装在屋顶上面 这样甜甜圈垫就可以开张啦 第四包是Disco跟棕榈树 首先设置Disco舞台的墙面 音响跟灯具设备 然后在蓝色招牌上 拼上Disco的字样 我自己又依照个人喜好 多加了两个小积木 挂上Disco招牌 以及最后的唱片行招牌 这样Dynamite就完成啦 最后来看一段乐高版的Dynamite吧 我们下次见拜拜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great you